是在废秀的矿井中找到黄金一夜暴富 还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断送性命 60岁的大夫将通过荒野淘金 实现财富自由 他能否成功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大夫今天的战果是3.7盎司 要知道这可是梁武帝的成果 原本大夫计划梁武帝 至少要收获60盎司 很显然这距离大夫的目的相差甚远 如果持续这样下去 大夫根本没法支付大家的公司 以及其显然又废 大夫叫来大家商议何去何从 大夫告诉大家 截至目前 只捕获了两万五千美元的黄金 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 与其坐以待地 不如趁早换死地方 但是大家感觉设备的转移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而且谁又能保证换了地方 就真的会找到大量的黄金 最后的商议决定找出问题所在 毕竟在最开始浅测的时候 丰富的黄金含量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凯西对水闸的排水口进行了测试 他想知道金子会不会从这里流逝 如果黄金真的从这里流逝 那意味着每天会有30%的黄金 从这里丢失 凯西向淘金盆在水中来回摇晃 是较心的沙土被摇晃出去 等到二人看着淘金盆中的黄金颗粒彻底傻眼了 这才是勤起一盆的黄金含量 可想而知设备一天会冲刷几十车黄金沙土 真可谓是在自己兜里拿钱一样 内森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老板 大夫面对这样的结果也是非常惊讶 自己辛苦掏血的黄金居然会在尾端丢失 但是如何捕捉这些细小的黄金成了现在最大感情 大夫花费重金从室里购买了两台精密分离器 有了这个分离器 能很大程度上捕获传统水闸捕获不了的细小颗粒 杰森驾驶挖掘机 小心翼得将分离器掉下来 3000美元一个大碗 这需要杰森格外的小心 大夫在水闸末端连接了一根抽水管 再将末端用铁板挡住 还有黄金的泥沙轿重会在底部被管子吸走 而冲刷下来的水会在铁板上方被排出 截至目前大夫的淘金设备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每小时的停工会让大夫损失1000美元的收入 大家必须抓紧时间将安装工作完成 经过三个小时的备合 分离器算是安装完成了 内森开动了设备开关 随着大量的水流冲刷下来 末端的抽水管也开始了工作 大夫此时需要对末端的出水口 进行最后的测试 如果检测不到黄金 就说明这3000美元花的很值 大夫拿着淘金盆在水里上下晃动着 这是大夫第一次不愿意在淘金盆中看到黄金 盆中的结果令大家都很满意 不仅没看到芯片 就连黑黑的金沙也被大碗捕获 现在大夫只需要静等最后结果 经过大家一天努力的开采 淘喜设备吃掉了将近900吨沙土 内森按下了暂停键 现在大夫要清理水槽和大碗里的黄金 拧开大碗底部的盖子 大量含有黄金的泥水流向了水土 又用水管对大碗勾勾叉叉的地方进行了清理 现在大夫对大碗补布的泥沙数量很感兴趣 杰西今天的工作比较忙 因为大碗的出现 让他一直忙得不停 即使工作再忙 杰西也从未抱怨过 因为杰西越忙说明 大家都列的钱越多 大夫用对象及呼喊队员来见证一天的骨石 大夫拿出之前两亩地的黄金 总共21.2盎司 随后又拿出了最后一亩地的开采战果 18.4盎司 有了大碗的加入 让大夫都收获了8盎司的黄金 豪衣的三亩地共收获39.6盎司 也就是6万美元折扣人民币41万左右 但是这距离大夫三亩地90盎司的目的相差是 这样的开采只能让他们起学简单的温饱 要想赚到大钱 很显然豪衣的矿地 已经不是理想的地方 这次大家都非常相信大夫的决定 大夫关闭了豪衣的矿场 打算再沿着上游移动 大夫之前在这里进行过检测 黄金含量为14美元一码 这里有6英模可供大夫开采 大夫和他的团队驾驶着车辆朝着上游走去 大夫能否在新的场地挽回损失的局面 咱们下集接着说